胎膜早破的症状 张新闻 西安市第四医院 妇女保健中心主任医师 胎膜早破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中间 相对来说还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它的表现实际上有的时候 是我们不明原因的情况下 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突然间我们底下 阴道里头就跟水一样 有大量的一个水样物的流出 我们就要考虑到胎膜早破了 当然胎膜早破的发生 可以在孕中期 也可以在孕晚期 可能孕晚期常见一些 但是孕中期也会出现一些 胎膜早破的现象 那么一般来说出现了一个 我们不明原因的底下 控制不了的一个底下 大量的一个水样物流出 就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 会不会我们有胎膜早破的一个现象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羊膜囊 分前羊膜囊后羊膜囊 如果前羊膜囊的少量的胎膜早破 其实我们陪胎 或者我们这个认诚 还是可以再继续下去的 但是具体的发生的是哪一类情况 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去 专家提示 1.下体分泌物流出 胎膜早破的发生在孕中晚期 孕晚期更常见 2.羊膜囊分前羊膜囊后 羊膜囊前羊膜囊少量胎膜早破 胚胎或认身还可继续 腮怀孕期间 底下大量水药物流出警示 可能有胎膜早破的发生